請你跟我這樣過 都怪月子沒做好 害我身體變好糟 這要怎麼補救啊 我發現坐月子真的很重要 像我第一胎的時候 因為是夏天嘛 然後吹冷氣也毫不避諱 所以後來就發現 之後就很容易喔 一吹到風 筋骨就有點痠痛 但好在我生了第二個 然後是在冬天 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那一個月份 就好好把它再補回來 就不會再有那種筋骨 比較痠痛的感覺 就真的都消失了 我覺得真的有差耶 可是像昌明 像雅蘭會不會跟你抱怨說 什麼樣的情況 就是因為月子沒做好 當然有啊 因為她會想說 生了孩子之後呢 現在常常頭痛 頭暈啊 渾身不舒服啊 她說都怪我 是因為她坐月的時候 我沒有買名牌包給她 那是心理不舒服 心理不舒服 但是心理 那真的也是很重要啊 什麼很重要 來這一套 坐月子還包括買名牌包的啦 坐月子時 吹風 抱小孩 喝冰水 造成現在的腰背痠痛 撇頭痛 手腳又容易冰冷 媽媽們是不是很後悔 當初月子沒做好啊 別急 今天就要幫你把坐月子 弄壞的身體給調回來 從此遠離身體老毛病 我們邀請到婦產科醫師張景全 中醫師彭溫雅 養生專家秋香老師 以及三位特別來賓 金真麗 Julie 琪琪 又來一起變健康喔 那坐月子這三十天 真的很辛苦喔 因為把自己的身體 要顧好還要顧小孩耶 這樣身體的後遺症 就很嚴重耶 有辦法調回來嗎 我們今天就想辦法 已經隔了這麼久了 有辦法 真的... 真的那麼久了 不要告訴我們 要再生一胎喔 不可能... 如果你們現在已經是 離生活孩子 大概已經更年期過了 那我們就算了 但是如果還沒的話 我們是不是想辦法 把你身體調回來 真的有辦法嗎 先請教一下彭醫師好了 還有機會啊 其實真的不用擔心 OK的 OK的 對 時間比較久而已嘛 因為坐月子是個好時機 一個月趕快調回來 錯過這個黃金時期 慢慢調還是OK的 不過我剛剛說 跟年齊的年齡到就算 那是開玩笑啦 所以年齡有限制嗎 不會的 不會 只是不同年齡 不同階段 不同的調理方式 所以你們這個坐月子 有沒有覺得自己當初沒做好 如果有的話 請舉圈 來 沒做好 沒做好做月子的 大部分 八九成都是圈啊 對 有這麼嚴重嗎 那如果當初月子沒有做好 怪的是你自己 還是怪誰 甄莉 怪 年月上應該是有 要怪自己 因為坐不住 真的坐不住 對 那因為其實我舉圈的原因 是因為我第二胎沒做好 其實我第一胎做得非常好 對 把我所有的毛病都改掉了 就是譬如說身體不好啊 四肢冷啊什麼 全部都沒有了 這些問題 然後也沒有偏頭痛的那些 所有問題都沒有 可是就因為仗者覺得 第一胎很OK 所以第二胎呢就隨便弄 就亂弄了是不是 就有點隨便了 你知道嗎 所以你現在大約有一些 什麼樣不舒服的 就譬如說現在吹到風頭會痛 因為我有洗頭 就是回去 從醫院回到家 第一天就洗頭洗澡 你馬上就洗了啊 我第一胎也是這樣 可是你知道我吹得超乾 就是都吹乾才出來 對 可是因為第二胎你知道嗎 照洗半洗澡 我兒子在哭 你知道嗎 趕快把頭包起來 就去弄他 就吹到風了 因為他是七月 夏天有開冷氣 所以就吹到風 就開始有頭痛 然後再加上 因為那時候有 第二胎應該是他 所以有在抱他跟照顧他 所以那個腰 腰 因為我是婆腹身長 我有打那個 麻症 剛好就是打脊椎這邊 所以現在比較容易痠痛 真的啊 打那個不會痛啊 對 打那個其實不會痛 不會痛啊 不是 你那時候都不會痛 可能已經是因為 你們那個症態痛爆 已經沒感覺了 沒有啊 我也是會症痛啊 我會症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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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子啊 你真的沒經驗啊 我有生牌最輕 我就厲害了 好 來 Julie姐 我啊 其實我覺得我是跟他相反 是我第一胎月子沒有做好 就是完全 因為我第一胎是老大是早產 太寶貝了是不是 太寶貝了 很難帶 真的 所以就變成說 我幾乎都沒有按照 做月子的方式做 什麼毛病都有了 然後後來我第二胎 就真的就是 不敢大意 真的就 就是照著書本這樣 把它做得好好的 就差很多 真的 就整個都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體質都調過來 對 差很多 那琪琪呢 會有不舒服嗎 我第一胎也是很完整 那第二胎就很懶 懶得連束腹袋都有點懶得 都懶 因為那時候我也是夏天 因為我九月生的 然後那個就是好熱 就是你那麼舒服 就是好熱就是好癢 真的沒有辦法 那我也 人家說 我媽就一直逼我穿襪子 那這樣好熱 我都不穿襪子 反正她就覺得我很慶寨 然後到現在就是一樣 腰痠 因為你要餵磨奶 就一定要抱 那抱久了 就是到現在腰是一定很痠 因為一直吃力的 對 然後肚子就是一直很 就是很鬆 然後又一直吃一點東西 就馬上變大 這麼厲害 對 真的 那為什麼要穿襪子咧 因為就是 她腳要不能吹到 她腳要帶著 對 手也都不能吹到 還要穿長袖 還要穿長袖 夏天耶 對啊 而且不能開冷氣 我媽是說可以開冷氣 可是風絕對不可以吹到 只能讓這個環境是涼涼的 溫度 不能有風 是喔 對 所以喔 這個作業值真的是 詢問很大 但如果沒有做的話 對身體的影響 真的這麼嚴重嗎 因為生產的時候會大出血嘛 然後之後又因為腹部會漲 因為你的氧水太多 所以排不好的話 它流在體內 很多人就因此會頭暈頭痛 然後會流自汗 就是說自己會一直覺得冒冷汗 然後背脊很涼 或是酸痛 甚至提早老化等等 我臨床上有個病人 他是60歲 他告訴我說 他30歲生第三胎之後 身體就一路往下掉 一直掉到60歲 他都看不好 為什麼 30歲的時候 他母親剛好去世 他每天哭每天哭 坐月子的時候每天哭 然後心情又很欲足 所以坐完月子之後 乾眼症發作 然後皮膚都會橫養 每天睡不著頭暈頭痛 之後就吃了這個憂鬱症的藥 吃了30年 他自己覺得 是因為那個時候月子沒做好 一直問我說 那還有沒有得救 那這個腰痠有沒有得救 失眠有沒有得救 他覺得 他是因為那時候 身體才整個壞掉 差別這麼大 對啊 所以月子真的很重要 其實真的很重要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做月子 比較獨門的一些偏方 偏方 對啊 要讓月子做得好 像我那個時候 就是有老人家跟我講說 盡量不要喝水 那我因為第一胎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管不了那麼多 什麼都喝了 你知道 所以第二胎我想說 這個不生了 這一胎一定要好好做 所以那時候我就照他們講說 叫我去煮 觀音串 煮水 把它當成水 那因為我是剖腹產 不能馬上喝酒精類的東西 所以他說 你先用水煮 兩個禮拜以後 你再用米酒煮觀音串 我就每天都放 什麼叫觀音串 它其實有的荔枝殼 跟觀音串 一起來煮就可以 治療你那種很想喝水 它是一種中藥材 中藥材 對 但是 飄起來沒什麼味道 對 但是如果說 你不能喝水 你喝那個其實還不是一樣 其實水是最好的 溫的開水一定要喝 除了觀音水之外 因為我就是放一個 很大的那種寶特瓶 就是那種熱水瓶放在旁邊 我渴了我就喝它 然後再來就是 我就是照三餐 就是補湯都有在喝 補湯 對 可是補湯我覺得 會比較普通一點 那時候我就想說 一定要把它做好 我就請人家把那個杜仲 杜仲是把它磨成粉 磨成粉之後 我就那個豬腰子 就燙過之後 真的很難吃 就沾那個粉 很難吃對不對 沾那個粉 哭死了 好認真喔 對啊 那個感覺很像在吃豬 麻油腰子 不是很好吃嗎 因為我那時候剛才 還不能吃麻油的東西 所以我吃那個 感覺真的很像碳粉 我老公吃一口 他就吐出來 他說吃得下去 我說可以 我就如果知道說 他吃了對我們的那個 腰骨子都很好 我說我就吃 吃了以後真的有改善很多 包括就是我第一胎生完之後 我這樣子彎腰啊 或者是我睡同一個姿勢太久 我腰會痛 照我生完第二胎就不會了 就變狗弓腰了 那是男生喔 那是男生喔 但是Julie姐 個人還是說真的有效呢 其實現在的醫學都認為 水是一定要喝 水也沒有什麼大分子小分子 什麼好吸收不好吸收 中醫只有講 但是如果你加一些觀音串 或者甚至加一點柏林 都會有一點味道 其實對排這個身體 多餘的那種自撼 其實是OK 反對啦 那那個水是不是一定要 像秋香老師說的 要溫水才可以 還是一般溫水 其實跟身體的溫度 對 接近一點會更好 冰水 那有一些他可能就覺得說 你老外不是那個冰箱 一打開就這樣 對 可是還是你如果喝了冰的水 就真的你可能吃的東西 比較不容易消化 那產後就是要喝溫的食物 會比較好一點 我突然想到這個 我有一個朋友那個時候 跟我差不多時間生 生完之後他 因為他是在美國生小孩 我在台灣生 生完之後他當天打電話給我哭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說因為他實在是不習慣 他就一生完那個護士 就給他一大桶冰塊 對 跟他講說 配著水喝下去 他要他之後 然後叫他趕快去 沖涼的溫水澡 然後他就覺得 他就一直哭 他會講說 講個邏輯吧 為什麼這樣 他說他們這樣子吸收什麼 可以促進子宮收縮 所以叫他要吃冰 一生完就給他一桶冰 基本上是因為冷的東西 會促進我們的收縮 因為在產後的時候 事實上你會有 二路排血的問題 那當遇到冷的東西的時候 事實上可以促進 我們子宮收縮 血管也會收縮 可以減少這個產後的出血量 我想不用講到這個產後 有的人或許說 在月經來的時候 你如果吃冷的 常常老一輩人 會跟你說會縮起來 那個精血量會少 事實上就是用 子宮收縮的這個情況 那一般我們現在常常 會建議說 生完以後或許可以吃點熱的 好像說的東西 事實上那樣子 反正會讓你的這個 精血量會變多 二路量也會增加 那個時候因為 在生完的當下 我們希望子宮收縮好 那這樣才不會造成 所謂的產後大出血 那如果這樣聽起來 吃冰塊好像是成立的 我是很少聽到說 直接吃冰塊 大部分就是像 剛剛講說是 吃個冰淇淋 那因為冰淇淋 它事實上有幾個好處 一個就是說 第一個因為它是冰 可以促進子宮收縮 第二個它可以補充你的熱量 因為我們在整個代產當中 媽媽事實上很辛苦 而且很多的時間 她沒有辦法吃 或者是她覺得說 吃不下又吐 那這些不舒服的情況 事實上是希望它補充熱量 事實上對我們來講 我們最重要的是說 出現子宮收縮 第一個是 給點滴 那我們從點滴裡面 就會給她子宮收縮的藥 所以就不用這麼擔心 這個狀況 了解 那我媽媽就是她 我生完她就買了十幾隻的紅蟳 她說一定要吃這個炒麻油 防止我之後掉頭髮 對 然後到第三個禮拜之後 她就會硬逼我喝這個東西 為什麼 她就 哇 好補喔 直接一罐 那不是男人在喝的嗎 沒有 這女生也 對女生也很好 反正我媽就是 那是對若生交酒還是什麼 這是要酒 要酒嗎 對 但是她是只能在第三個禮拜之後 因為我是剖腹 那之後才能夠喝 妳要喝了喔 還沒開封 其實她甜甜的 就是妳可以一小杯 然後加兩杯的水稀釋 每天晚上喝一杯 然後就是手腳可以比較不冰冷 有用 其實我現在還來得及嗎 那我再問一下 那現在還要喝有沒有用 事實上在產後 我喝這些所謂的 補品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一下 因為大部分的補品 它都是含有酒的成分 那要注意 為什麼剛剛提到說 要兩週後才喝 因為一般來講 在前面的第一週到第二週 是在排二路的時候 這時候血量比較多 如果你喝有酒 或者說在中醫裡面 含有人參的東西的話 會使血管擴張 所以你的二路量會變多 甚至有血風的這個危險 那兩週以後 理論上是應該 我們應該是要觀察 因為每個人恢復的情況不一樣 我們是建議就是說 你的二路已經開始變暗赫色 甚至已經開始變青了 這代表說 你的這個子宮內膜的復原 已經差不多了 這時候你在喝 含有酒成分的東西 是比較安全 就OK了 對 那麻油也是同樣的邏輯嗎 也是要兩個禮拜 也是一樣 其實有傷口的時候 那些刺激的東西都不能吃 對 麻油也是兩個禮拜 像剛剛講這個 第三個禮拜 第三個禮拜 因為它會很容易 撞筋骨的效果 所以我還是建議把它熬成湯 把那個有效成分 融到湯裡面這樣喝 那咕嚕二間膠一定要看體質 因為如果說這麼年輕 看起來並沒有腎虛的症狀 硬補的話 晚上大概睡不著 長痘痘然後潮熱 會補過頭 而且以後 以後你月經來的時候 你可能會反而容易 脫筋 會變成什麼 子宮內膜異味或肌瘤 因為像我坐月子的時候 也是有長輩很好心的 就帶了紅蟳來給我 可是我們又會想說 海鮮耶 對 會不會吃了更美 這樣適合嗎 可是麻油又是熱的啊 沒有 這個也是一個 就是民情的不同 像我們那邊 就是有一些上海媽媽 她就媳婦或者是女兒 一生完小孩 趕快就來買紅蟳 她說第一個 她可以就是把餓乳排出來 再來就可以下乳 就是通乳就對了 但是以台灣的媽媽 他們會覺得說 帶殼的海鮮都是有毒的 會過敏 真的 像香港的也很流行 吃豬腳 燉豬腳 他們甚至還加烏醋 對 酸可以促進消化 因為那個豬腳 非常的油膩什麼的 其實我們台灣人 根本就說 不能吃酸的 不能吃辣的 對 所以這真的 國情不一樣 所以像我們在我們家的時候 也是因為我老公是本省人 那我媽媽他們是外省 所以就是其實東西 也會不太一樣 什麼樣的東西都有吃到 對 像我們家的話 就是我每天的那個下午茶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酒釀 酒釀 酒釀 對 每天我吃了三十天 可是這我超推的 我真的覺得不錯 我釀彈的酒精 濃度其實不高 大概只有大概2%到3% 對 而且它甜甜的 可以補充體力 然後它又是糯米的東西 促進消化 其實是非常簡易的甜點 在坐月子期間可以發奶 其實像人生這一類 我們現在已經告訴 所有的產婦 坐月子期間不吃 它會退奶 又會影響到子宮收縮 所以如果大家是 還沒有生小孩 準備要生小孩 一切都來得及 但是偏偏有很多人 是已經生完了 月子沒做好了 像珍莉 像琪琪 第二胎沒做好了 而且年代久遠了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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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沒多久 但是同時說 我都覺得我好久了 來得及 所以我們也特地針對這樣 如果月子沒做好 身體有些不舒適的話 對 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在網路上面 FB這邊 我們也做了一個有感投票 所以坐月子 沒做好後遺症 我們統計出來了 有Top3 好 好不好 我們就先從 直接從第一名來看 第一個來看一下 好不好 第一名就是 腰痛還有關節酸痛 酸啊 酸啊 這個問題好像聽說 這麼多 甄莉會嗎 腰痛啊 就我剛剛說腰啊 腰痛的問題就有 之前有在練瑜伽的時候 那一陣子會比較好 因為瑜伽就是讓你 舒展筋骨的那種 所以那一陣子OK 可是你知道人是會懶惰的 所以一懶惰之後 就花錢去叫別人按摩 那別人按摩這種 只能治標 就是可能舒服個 兩三個小時後晚上 又來了 又來了 對 因為我就是 那個小孩子那個 那個澡盆啊 你又不能把它放很高 所以你只能放在地上 你又變成要蹲在那邊 對 然後洗又怕 又要一手這樣子敷著 等一下洗完了之後上來 你根本整個人都站不直了 然後你這樣子三十天 也不多 什麼樣的感覺呢 那個感覺現在就有點說 我如果晚上睡覺 一直睡同一個姿勢 睡太熟了 我第二天起來就閃到 打一個噴地就會閃到一樣 太用力了 或者是你之後 要做一些彎腰的動作 持續不久一下 就會覺得很酸 對 是喔 因為你看 我們現在提東西 我們現在提東西不能直接架子 要蹲下去 對 一定要蹲 對 然後拿起來 架子了嗎 有 我不行 你的褲頭 太大聲了吧 而且蹲也蹲不久 對 你前面蹲可以蹲一陣子 現在蹲一下子 腳就麻了 因為你膝蓋也都不舒服 對 就是膝蓋這些 所以你整個都有關係 這樣這邊會閃到 那琪琪剛剛生完 你會嗎 這種狀況 會 我就是 我覺得其實就是長期自私不良 不是說你生完之後怎麼樣 是你一直在重複 餵奶的動作 洗澡的動作 久了你腰都一定會痠 這樣子架著餵久你會累 然後一定脫背 所以那的確是因為這些原因 造成會腰痠背痛 或是關節痠痛嗎 其實在中醫來講 我們產婦就是 虛跟瘀的體質都有 我覺得是生小孩的年紀 跟之後我們的年紀有關係 因為慢慢的 隨著年紀的增加 其實女生的腎氣 也是漸漸的變弱 有時候我們會把它 連結在一起 然後身體有什麼不適 會因為可能有小孩之後 你沒有辦法保養它 沒有辦法保養自己的身體 沒辦法去運動 沒有辦法去補充它 然後在那個做月子期間 沒有補好 然後就把所有的原因 都是好像就是它引起了 都會就在這上面 對... 所以我想關聯會有的 因為有的的確是 月子沒做好 有一些後遺症 但是大部分的人 還有自己本身就是年齡 身體年齡的關係 年齡好 開始懷疑的時候 就已經注定這個 這個會腰背痠痛了 因為你在懷疑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增加的體重 除了寶寶養水的部分 基本上一個婦女來講 會增加多了12公斤 是標準 那有的人他增加更多 譬如說可能到20公斤 那你身體的負擔 你身體的負擔增加了 所以你為什麼會 在生完以後 你的膝蓋會痠痛 腳會痠痛 因為你的體重增加 那第二個是說 你為了走路的平衡 你總不可能都不走路嘛 那你要平衡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有人說 懷疑的時候是 氣而不 就是說你的身體會這樣 那這個時候事實上 會加重你脊椎骨的負擔 那第二個是在生產當下的時候 我們身體很奧妙 那你在生產的時候 它會分泌一種酵素 這種酵素的目的就是 讓我們的關節可以鬆開來 那這分開來的骨頭 等生完以後 你總是要一點時間 給它慢慢的癒合回去 恢復回去 所以這也是 剛剛你提到說 什麼像束褲帶綁的位置 這個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剖腹沒有經過那個 它是不是就沒有那個酵素 還是會有 在你懷孕的當下 就已經有了 對 慢慢的 它不會說今天 酵素下去 時間到了 馬上融解 那你可能 一定要開斑 你肚子怎麼大 對 所以它慢慢的 然後這個是一步一步的 慢慢的在慢慢的在作用 那還有就是說 剛剛提到說 產後的時候 因為譬如說 你不會母乳啦 你要喬姿勢啊 你的姿勢的不正確 都會加重我們 不只是你的骨頭 你的關節 還有你的韌帶 你的肌肉 都有可能會受傷 對 那我們知道說 常常如果說 你這個反覆的受傷以後 就會變成一個顧疾在那裡 那你 像你現在說 很多的姿勢你沒辦法做 因為它根本就沒有好過 蓋子孕婦 他會大量流失 什麼是一個還是 掉一顆牙 對 常常有人認為說 事實上寶寶 他是蠻凶狠的 我們常常說這樣 就是說 凶狠 因為他需要的 所有能有的都吃乾媽淨 對 沒錯 所以說當他在媽媽肚子裡面的時候 他也不會告訴你 也不會警告你 他就說我要什麼 我就搶什麼 所以你媽媽不夠 你就自己倒霉了 所以蓋子的確會流失 會 所以當剛開始的時候 事實上很多人都以為說 腳抽筋 這個是蓋子不夠 那的確是 但是一般剛開始的時候 很多人是腰痠 那腰痠 第一個剛剛我提到說 姿勢不正確也會 第二個事實上 蓋子在流失的時候 也會腰痠 也會 不過剛剛還有一些其他的 一個方法 比如說做瑜伽的 對 按摩 按摩的 這些方法有用嗎 這些動作事實上都是有幫助的 不過我還是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媽媽 你在生完了一段時間以後 你還是有些動作 沒辦法做 或是說有些動作 特別的不舒服的時候 你還是要去看一下 骨科跟復健科去確定一下 你有沒有這一方面的問題 搞不好你做了一些復健 做了一些治療以後 你就好了 可是你卻一直在那邊等著說 我要第二胎 我才要來做葉子 然後就補回來 那等著等著 你都已經痛死了 對啊 也不想生了 有時候有這個狀況的時候 怎麼補救 按什麼穴道 減緩痠痛或什麼 有 介紹一個要別人幫你服務的穴道 可是超有效 請昌明哥來背對我們一下 背對你 這個穴道就叫做 腎疏穴 一天就知道是補腎的 其實就是在我們肚臍對過來 大概是一樣的位子 你不是說貼在衣服上 貼在衣服上怎麼看得到 對啊 我們要再解釋一下 我會是真的有心幫忙 對 有心幫忙 這邊我們先對這個 刻骨的位置 刻骨的位置摸到之後 就是可以先偷摸一下肚臍 對過來的這個點 這個點其實就是 我們的第二腰椎 在這裡 在第二腰椎 這個做個記號 所以第二腰椎 旁開的這個 1.5吋的位置 就是你說一指嘛對不對 差不多一指的位置 就是我們所謂的肾疏穴 那其實為什麼要這樣子示範呢 來 他們跟我們手插腰 像我這樣子 所以可以自己 然後挺胸 就可以刺激到我們的肾疏穴 很酸喔 對 然後我們按的時候 可以上下揉按 上下揉按 一邊按一邊吐氣 也可以趴著請對方幫你按 好酸喔 很酸喔 對 就是其實這個補腎的穴道 如果說產後腰痠背痛 關節痠痛 這個穴幫忙非常的大 那跟大家講 經絡位置就是說 你要是真的不好找 就是由上往下 整條經絡做疏瘡 效果一樣很好的 了解 對 不過另外還要問一下春相老師 有哪些食物是不是可以幫忙 調理一下 像是腰痠啊 關節痠這樣的問題 對 其實呢 我們要多補充一些B群 一個食物 然後來增加運動 那B群的食物呢 其實 我們現在很多人就是不吃那個 澱粉類的東西 那其實是很錯誤的 其實像糙米飯之類的 其實它的B群就非常豐富 對 那就是 那個蛋白質的攝取也非常的重要 那我會建議產後就是大概兩個月以內 千萬不要去做 蹲跟拿很重的東西 因為你的子宮會下垂 就不容易恢復到原來的位置 所以就可能會造成皮尿漏尿 這個要特別去注意 可是像B群的補充是到現在 即使我們現在已經產後這麼久了 然後還是固定加強B群 還是會有改善 其實可以的 對 有希望真的耶 還在 沒有啦 腰痠耶 對 對 腰痠這項嘛 是...關係 對啊 你就說是腰痠肺痛 是... 來 第二點 你搶絲嗎 不要這樣啦 小心不要太腰痠了 露尿了 好啦 第二點 手腹啊 便便又鬆弛 這個也是大家在身材上 最在意的啦 對 沒錯 因為像我們剖腹生完 它大概就是五天後 就是有拆線或是OK以後 才可以開始纏那個束腹帶 對 可是那個束腹帶 你知道它有多長嗎 它就像裹腳布一樣纏 對 而且你知道 它要纏的時候 你還要躺平 躺在床上 然後腳要這樣 整個屁股這樣弓起來 自己這樣纏 自己能纏 自己可以... 自己可以纏 因為別人幫你纏 鬆了你還是要再一直纏 因為你上完廁所 它就鬆了 你就要纏纏 纏完那個汗已經這樣 衣服都濕透了 想說好熱喔 所以它鬆了就... 就纏那一次啦 那上一次就鬆了就不... 算了 對 可是不纏 你知道那個器官 它可能就沒有真的 歸到那個位子 所以呢 我們... 就算我現在 一直硬減肥瘦了 可是呢 我在錄影前竟然還是少吃 有差 第一台我很認真 就是纏 就是... 就是一個月... 兩個月就回到 自己以前的腰了 但是第二個就是 真的沒辦法 好癢 全身都好癢 後來就是... 那個順哥的老婆 就拿那種彈性的束褲帶 也是很長的 她說那個可以拉得很緊 那個又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我後來是... 後來就是用那個彈性的束褲帶 也是很長一條 我後來用那個 也沒有辦法 沒辦法 我現在還在補救 我每天晚上還在自己穿 現在穿上... 快點了吧 它有點幻想 我覺得還是有點用 可是我都會想說 會是跟懷孕的時候 胖太多有關 沒有 沒有 我覺得多多少少有一點 因為我懷孕胖... 因為你肚子撐那麼大的話 我等於說我懷孕胖了三十二公斤 我兩胎都胖差不多 妳很拼耶 對 真的 然後你知道我第一胎 是完全就不管它 就放任 因為我老公每天跟我講說 不會 我不會覺得你很胖 那這一天你就心花怒放 對 我就覺得說 他都覺得不能... 我從來沒有綁過什麼束褲帶 也不管 然後可是我就整整 穿了他的牛仔褲 生完以後穿了一年 就是那個 33腰的牛仔褲 就這樣穿了一年 33腰? 真的 然後有一天... 那他一定跟你生第二胎喔 對 你知道嗎 那個真的是真愛 真的 真的是 對 真的是 有一天我們忽然 大家在照那個團體照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照片 我才驚覺到事情不對 嚴重了 我想說糟糕 這樣還得了 可是那時候又懷孕了 結果懷孕想說 好 沒關係 那我第二胎 我一定要把它做回來 我真的是第二胎 我一身完還躺在床上 麻醉還沒完耶 我就開始先綁了 對 綁...綁...綁到... 綁到... 綁到久? 我綁了半年 所以應該要發明一種 內褲是符合人家做月子的 上廁所比較方便的 可是因為綁那個他就會 真的沒有什麼胃口 吃幾口就已經飽了 真的喔 對 那其實我覺得你不綁的話 你吃少一點 運動多一點的話 也不會有大腹皮啦 對 不見得... 我一直自認為我的肚皮還不錯 還不錯啊 很好啊 這樣不錯對不對 非常好啊 當我坐... 你看這邊很平對不對 很平嗎 而且你也沒認成文 我沒有認成文 當我坐下來的時候 他就有一圈了 你沒看我今天要穿鬆鬆了嗎 你坐下來我們看一下 我吃飽了他就有 這樣已經非常好了 對啊 真的 你要坐下來看嗎 不會... 還好啦 你看我站起來 就有吐肚子耶 你才剛生完沒多久而已 你才剛生完不準 你才剛生完不準 我的小孩已經要四歲了 真的啊 因為我還看過那種 那肚皮舞老師 生過孩子不少幾年之後 他那個... 人家專門在運動這裡的 對 旁邊還是鬆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是他那個 彈性不見了 而不是胖吧 在產後的媽媽小腹 跟三個是有關係的 第一個就是子宮收縮 不管你是自然生或 葡物產的媽媽 在生完當下的時候 事實上 他到了肚臍的位置 那如果這時候 你不去按摩 不去好好的讓他收縮 我們的韌帶是 你看在懷孕的時候 本來韌帶固定 我們子宮是不動的 他是短短的 是有固定的作用 那懷孕以後 他整個被撐得很鬆很大 那這時候子宮會晃動 所以如果你恢復不好的話 那你的子宮 在你的肚子裡面 相對著他的 這個恢復的話 原位的這種機會 就會比較小 所以你會變成說 有鬆弛 像相對的剛剛 後續就有可能肉量什麼 這些問題的產生 這是一個 第二個肚皮被撐鬆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們本來你看 像很多的這個 曼妙的少女的身材 它是平的 可是因為你懷孕 尤其如果說這個 肚皮越平的人 越容易會長韌成紋 因為他越被 他的皮就這麼小見 真的 那你一直撐一直撐 那撐得不夠的時候 就是這個結地組織 就會衝 天衝在裡面 所以就容易產生韌成紋 那當然第二個 還有就是說 跟我們產後的營養狀況有關 因為如果 所以我說常常你可以量 那個肚臍的深度 如果說你的肚臍的深度 變深了 那就代表你體脂肪是增加 是變胖 第三個是跟我們的運動有關 就是說 因為畢竟在產後的時候 大家都會強調就是 你要多休息 然後多營養的補充 可是這時候 有時候你補過頭了 那你的運動又少 那我們知道 我們身體的脂肪堆積 一個是在內臟 一個就是在我們的小腹 女生來講 這小腹的部分 就會比較明顯 所以就比較難去撿回來 那餵母奶不是說 對於這個也有幫助嗎 對 餵母奶有兩個好處 一個是讓你的熱量 就是說消耗的會比較多 所以你攝取如果說過多的話 這樣相對的就是說 會讓你的這種 攝取過多的部分 機會就比較少 第二個是 最主要是子宮收縮 所以餵母奶的媽媽 當你在餵的時候 子宮就會收縮 所以收縮好的話 也會讓你比較不會有小貨 而且也比較不會影響到 以後的月經的週期 其實主要是在產後第一週 就是座月子的黃金時期 那個時候是簡中黃金時期 因為那時候我們是排厄陸的時候 排厄陸同時也把身體 多餘的水分 跟一些淤血都排出去 所以那個階段如果沒有排好的話 之後就容易變成流在肚子 所以建議在這個時候 其實可以多吃一些排淤血 然後利尿的一些食材 或者是一些食物這樣子 所以才會有人說 喝什麼觀音串 稍微淚尿一下 或者吃一件芙苓這樣子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肚皮啊 跟我們皮膚的這個彈性 延展性很有關係 像有的人 他就一直減重 或一直瘦身 那皮反而越來越皺 所以是彈性的問題 那還多吃一些潤肺的食物 像什麼白目耳膠質的 來改善這個情況 是有幫助 這個水分喔 還要就是呼籲大家 我們在懷孕當中 我們身體的水分會增加 那有這個文獻報道就是說 當你要生之前那一剎臘 你的血液比你身體 原來增加了三分之一的血量 它就是身體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說你在這個產後要出血 然後要有二入期 那如果你今天是雙胞胎的媽媽的話 會增加了二分之一喔 所以你不是這個寶寶增加 那你身體整個都跟著增加 可是當你如果生完以後 因為你的子宮收縮好 你的二入排得很快的乾淨 那多餘的水分呢 我們身體就會開始把它代謝掉 所以剛剛為什麼提到說 我們在中醫的理念就是說 會出汗 所以你要包頭要包腳要什麼 事實上就是說 這時候我們身體就是說 第一個會有小便 泌尿的方式把水分帶出來 第二個就是有排汗的方式 把這個多餘的水分帶出來 所以說如果說你在喝過多的水 事實上是增加你腎臟的負擔 腎臟啊 對 就是說在吸力來看 就是你腎臟因為要代謝嘛 要在排水的部分 就會增加腎臟的負擔 那你如果再攝取 比較重口味的鹽 那腎臟的這個負擔就更大 因為我們一般的人都會建議說 一天要攝取大概兩千CC的水 但是你在產後的話 就不要那麼多 你大概稍微估一下 變成大概在一千到一千五百之內 不要太過量這樣子 但是事實上剛剛一樣 也提到就是說 你如果都不去攝取的話 那你反倒容易尿到鹽 這個也不好 因為你那時候有二路嘛 那你又要用那個衛生棉啊 用護墊啊 那都奔在裡面 那又不去上廁所 那反倒到時候是尿到鹽啊 腎臟發炎 所以彭醫師帶來一個 補救的方法對不對 對 介紹給大家一個茶飲 因為有的人他真的就是 本身現在代謝很弱 所以他生完真的沒有辦法 把水分排除的時候怎麼辦 他可以吃一些有 這個茶飲 這個茶飲 是加上六百CC的開水 煮沸之後去渣 一天內飲用 目的是這個 玉米虛是以排水為主的 但是黃漆可以補氣 增加我們的心肺的循環 那芙林去濕 檔生也是可以補元氣 對 所以這鐵對於 這個東西是做月子後可以喝 然後這個月經前後也能喝嗎 對 所以在月經前後也能喝嗎 如果說本身容易水腫或是眼睛 眼皮容易浮腫的人 以及月子前後都可以喝的 他沒有分說月經期間不能喝 OK 好 那另外當然還要請教 秋香老師囉 有沒有一些什麼食物方面 也可以來做調理的 其實這一個就是 雙色的金針菇的一個海鮮粥 對 那我的海鮮粥裡面 你可以用糙米粥 那我今天是做的是五穀雜粥 五穀雜粥裡面也是有糙米 對 那我們這裡面呢 其實小兵力大功 就是這個金針菇 還有雙色的金針菇 這個有人叫它金陵金針菇 這個蠻就是這個顏色 對 就是這樣子的 那它的顏色就是比較有那個 雙色 對 就是 感覺好像有稍微燒烤過那種感覺 對 煙筋燒烤過的 對 那這些金針菇呢 其實它本身就是 像我們如果說你們有去咀嚼 把它咀嚼碎的話 你到肚子裡面 它其實不容易被消化 它叫明天劍 對 所以你就把它切細細的 去煮久一點 讓它整個的一個融化掉這樣子 那它的一個纖維就會吸附住 比如說我們可能吃的太油膩的食物 那你就讓它 就是吸附那些油脂這樣子 好 那這個 我們在煮滾的那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是把這個飯 那像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你在煮飯的時候 就多煮一點 第二天你就其實就可以用這個 而且你吃白米不會利尿 吃這個五穀雜粥會利尿 對 因為裡面有一些燕麥 蕎麥 還有一些藝人之類的 所以這個粥的部分 對於我們這些媽媽來講 它到底好處有哪一些呢 其實這個粥 中醫裡面他們會認為是 粥是一個比較補皮味之氣的 那我們要看你粥的內容 比如說我今天煮了法米粥 就沒有這個五穀雜粥 或者是一個糙米粥來得好 那因為我們要增加它的一個代謝 那我這裡面呢 最近代謝 對 那我補一些就是 就是一些海鮮 蝦子 蛤蜊 還有這個鯛魚 是 那我已經有切好的 可是呢 海帶的東西 蓋子也是滿多的 那就用這個天然的調味料 就把它加進去 那蛤蜊啦 蝦啦 都可以加進去 但是青菜就最後再加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粥的一個湯 對 你不要煮到很濃稠的一種味 那這樣澱粉可能就會太多 對 可是我把它就是有一些湯湯水水 你吃起來纖維很多 可是又很有飽足感 好 你看 那這個魚其實我也可以把它 改成別的餘料 鱸魚 鱸魚對不對 也可以 是 那這個就煮滾就好 因為我們就把它 類似一個湯泡飯 好 我等它滾了以後呢 我只要加什麼呢 這個就是胡椒鹽 胡椒鹽調味一點 因為我們煮這個鹹粥 一定要有一點好香 不然就味道就不夠了對不對 然後另外還有一樣 妳這邊是青菜是不是 青菜 我今天特別挑了芥蘭菜 芥蘭菜 其實就是所有蔬菜裡面 含鈣量最高的 所以做葉子的時候 餵母奶的時候 妳就多吃一點這個鈣質 如果說妳會 一個營養不是很均衡的人 妳在這個地方 妳可以就是要起鍋的時候 打一個蛋 就是一個蛋花 像這樣子下去的話 那妳這一鍋裡面 其實一個營養就夠了 現在差不多滾了對不對 對 但是煮太香 吃太多 那個小腹一下鬆了又突出來了 對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這裡面完全沒有一點油脂 也是不行的 因為有一些 維他命D是油溶性的 是...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 我是用蔥去爆過的一個蔥油 蔥油就加進來 然後如果說萬一你的海鮮 有一點點就是妳不喜歡海鮮味道的話 妳就加一點點蔥花下來 然後我們剛剛那個胡椒鹽 對 就把它加進來就好了 好 這個胡椒跟鹽巴 就這樣子 加的真的不多 對 因為這一大鍋 對 這麼一大鍋 很香 其實我很想把那個飯全部放進去 但是我怕就是說 墊粉又會涉及太多 好了 這樣就可以吃了 這樣搞定喔 妳看 他們都看了就可以了 所以妳就看蝦子熟了 蛤蟆開了 OK了 對不對 那我不要煮太久就是 因為妳這樣子 妳的糙米一顆一顆的 妳就會去咀嚼它 對 那妳藉由妳的咀嚼 妳就有飽足感 好 先中英文我們看一下 好 味道很豐富 這沒有煮得非常的滾到那個米爛 它不會影響到消化 因為這樣子才會讓妳去 去 阻絕 對 然後 妳要阻絕喔 不要... 忽然吞著就吞了 才會有一種消化煤 其實我們的消化煤 就是會讓妳去代謝這些 脂肪的一個很好的一個動力 這要讓大家試試一下 再試試一下 好香喔 這種聞道 好香喔 其實這裡...來 其實這裡面最好的一個東西 就是蝦蝦 好鮮 青椒菇喔 對 真的喔 而且還有甜甜的海鮮的味道 對 有那個... 真的就是靠那個海味 這裡面就是那個昆布 那昆布就是一個很鮮的味道 自然的清香味 對 然後芥蘭菜很神奇 就是這裡面它就有一個特殊的 一個青菜的味道就出來了 好 好吃耶 好吃 對 媽呀 海鮮很讚 我都覺得我最一直做得很好了 好好吃喔 我們等一下就給那個... 兩位醫師一個人一碗 而且這個青菜還脆脆的 對 所以青菜一定最後加 那我會建議就是說 除了這個芥蘭菜以外 我們要加的青菜 其實菠菜也可以 菠菜它是一個補貼的 好香耶 真的很香 對 所以它這個是 是在作業子期間來吃 其實沒有 就是我們搶救大部分 要搶救我們 對 其實就是... 過了 作業子沒有做好之後呢 我們現在這個大概就是 一天吃一遍 因為你會怕像那個 曾妮講的嘛 就是我都不敢吃東西 一吃了我肚子就鼓起來 其實你不需要這麼虐待自己 你可以像這樣子的一個吃法 就是一個非常舒服 對 增加代謝 你會吃第二碗 那不是還是一樣嗎 對 所以... 要節制就還是一樣 我蛋真的很不錯耶 所以這一鍋粥呢 我們就是吃了 我們讓自己的營養均衡 補充進來 對不對 讓你可能腰痠有幫助 又有分厚的一個鼻群 還有帶子嘛 還有維生素的東西 增加代謝 對 還有這個可以排泄 小腹變小 對 等於是我們剛剛前面 第一箱跟第二箱都有幫助 一起改善 菠哥 我要打包了 漂亮 沒問題 好不好 謝謝薛香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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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這個粥呢 喝完吃完之後 我前面兩個OK的 對 但是排名還有第三名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看第三名的問題是 月經失調不順 對 月子沒做好會導致這個 會啊 菁姐 我第一胎生完的時候 那個我記得我大概有半年 都滴滴答答 好 就是不管月經該不該來的時間 就是感覺就是會這樣滴滴答答 大概有大概半年的時間左右 後來我就是第二胎之後 人家就介紹我說吃一些中藥草 或者是可能是你子宮收縮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吃異母糕 異母糕 那是什麼 它就是其實是異母草去熬成的一種 像琵琶糕的一種中藥菜 對 然後就把它 我也沒有喝四五湯 也沒有喝生化湯 我就當 我就把異母糕當作就是一般的保養 可是喝完之後 當然 就是說中間當然還是有看 配合西醫的部分 那我就整個月經就改善 異母糕這麼好用啦 彭醫師 這什麼樣的東西 其實異母草 它是一個就是復刻的腎藥 它叫異母就是 它可以調節復刻幾乎所有的 經痛胎產的疾病 那它就是活血化瘀 去濕 止痛 然後帶下 然後清熱 但是它比較苦寒 所以其實一般人在吃要小心 像菊琶姐她是吃異母糕 它其實糕的話 它一定加一些其他膠質 搞不好裡面就有鹿茸 有這個龜若的鮮膠 所以她以為她自己 只有吃到異母草 但單用的話 其實我們真的覺得要看體質 因為它是偏寒的 它比較特別的是 是在經期的時候吃 對 一般它不是在你經期後 或者是說你在坐月子當中吃的 所以它取它 它比較活血條筋的部分來使用 然後又不像似物 比較會有燥熱上火的問題 這是異母草跟當歸 有一點不一樣的地方 那跟什麼生化糖呢 生化糖它是 桃仁紅花是破淤為主 適合這種有那種像肩頸痠痛 然後有血塊這一種的痛筋 或者是月經不順這樣子 那所以到底是不是我們在坐月子期間 什麼樣的原因導致後來月經失調不順 一般來講 因為在懷孕的當下 你的月經都暫停了 那有的人是說 它是在休息狀態 事實上它是被抑制的情況 那等到你這個生完產以後 要開始恢復正常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荷爾蒙 通常需要六到八週 它才會開始恢復這個規律性 也就是說六到八週以後 它才會開始有排卵的功能 那當然如果說你在 補餵母乳的媽媽的話 因為你不會母乳 讓你身體的命乳激素高起來以後 它又有抑制排卵的現象 所以如果在 不會母乳的媽媽 甚至於三到六個月以後 月經才會來 那月經來的時候就代表說 你的這種荷爾蒙 開始恢復正常才開始工作 那當然這個是我們的一個規律性 那如果說萬一你這個產後 因為這個體重的增加 沒有恢復好 我們知道 這個我們身體的BMI值 跟我們的這個月經周期很有關 如果說太瘦 BMI值小於17 或者是說太胖 BMI值大於30到32以上 也會造成你的月經的不規則 所以你產後 你體重的恢復 事實上對你的月經周期也很重要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你規律的生活 因為從你之前 是可以很充足的睡眠 那你現在寶寶哭 你就要跟得起來 寶寶睡你要趕快睡 這種規律性 要一個重新的建制 那也跟你的身體的荷爾蒙 都有相關 那如果說像這種狀況 月經次條不睡 很多人說你看 都是為你生的一個孩子 所以其實就自自不離有沒有 會不會一直不管他 最後會越來越嚴重到什麼程度嗎 其實真的 如果二路一直都有 一定要去看醫生 找出原因 因為很多都不知道 最有的是像子宮頸癌 或者是一些肌瘤 或者是一些更嚴重的疾病 所以身體有什麼異常的出血 只要狀況很異常 一定就是要先去做一個檢查 比較好 不要自己就是聽坊間 我喝個生化湯 加速什麼淤血排 不要自己當醫生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產後婦女 這個心條裡的一個觀念 跟古代其實是有差別的對不對 所以這個方面要怎麼提醒各位 基本上我覺得兩件事情非常重要 一個是要好好的吃 好好的吃的話 不是隨便亂吃吃很多 而是要均衡的飲食的吃 第二個是要好好的睡 就是要睡眠要充足 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動作跟運動 要有一個品質的睡眠 我想這兩件事相當的大 把握住 可是真的當時如果沒有做好 現在怎麼辦 要再注意些什麼呢 最後總結 幫我們提醒一下 因為現在實在都晚婚 連帶的就是高齡產婦晚生 所以高齡產婦要特別注意 場後的條理 我們要特別注重我們盛期的條理 那如果真的來不及之後 那生完 記得每個月還有月經的時候 順著週期來做保養 那如果真的要停經跟年期 很好 我們就順著自己的身體的節慶 不好 不好 這就是必經之路 我覺得大家不要用很恐慌的心裙 因為它雖然說 客人們會下降 它不見得會讓你變老變醜 不見得會這樣 你跟它和平共處 其實你還是可以保持逆齡的 真的 OK 逆齡喔 那麼說 一半而已啦 所以這個很多的媽媽們 其實生孩子是非常非常辛苦 跟偉大的事情 但是週月子呢 不管什麼原因 真的沒有做好了 大家不要著急 有什麼不舒服的 現在開始 我們把它給改善回來 現在這個節目結束了 趕快去跟媽媽說一聲 媽媽我愛妳 這樣子都好是吧 對 可是因為真的太辛苦了 像媽媽有些心靈的 對 對 好不好 你也買幾個吧 真的 好啦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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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